当然桃园的选情是朱立伦现在正在头痛的事 但是我不太同意用台北的观点 或者是用首都的观点去看六都或其他地方 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选情各自的状况 特别是台北很多人都觉得是 我是党中央我是另外一层次的 你们是地方派系等等 我要说不客气一点 国民党在在野这段时间 如果不是各地方有一些派系人物 不愿意接受民进党摸头转向 那个地方还会有国民党 比如举个例子 你说国民党不要地方派系 雲林张家我不要 许家我不要 什么林家我不要 那请问你你要推人选的话 剩下有谁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我们不以人费言的话 毛泽东至少讲过一句很肯定的话 他说党外无党千奇百怪 党内无派莫名其妙 讲了这个事情 那国民党有些老是看不起地方派系 这种国民党就自杀关门算了 因为你可能不了解地方 因为美国以前有个众议院的议长 叫金瑞契他讲过一句名言 他说真正的政治就是草根政治 real politics is a great party 这是很有名的一句名言 那我特别强调几点 如果今天桃园的选情 如果罗志强今天是桃园的立委 或桃园的市议员 我想问题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客观的事实 那这个有时候我们当然同意 就选举的挑人 用民调或其他地方通通可以 但不要记哦 民调只是照X光 还不是电脑断层 我来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 当2018年的时候 我们国民党立委林维州 很想选新竹县的县长 民调高居第一 这个拔剑事故 这个眼茫茫心茫茫 那当时的吴敦立当然 他的用词潜质不是那么妥当 他不提名他 那么提名一个台北没有人知道的 那个这个杨县长 现在的杨县长 当时台北不是把他骂翻了吗 因为总是有一些 比较认识这个林维州 不认识这个杨县长的人 那问题来了 国民党当时党中央的考虑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 就这个林维州来讲 他是闽南人 他跟客家人没有关系 然后可是 新竹县65%是客家人 那一定要客家人能够接受 这个林维州才有可能选 可是国民党一查 电脑断层一查 没有人接受啊 那你怎么打 这是一个很限制问题 你说不行啊 我空战啊 我入战 跟这个没有关系 你的那种正当接受度有问题吗 所以这个必须要去考虑的啦 那所以变成说 当时这个罗志强本来想选台北市长 这个好像状况有点不能够如愿 那也他曾经考虑过高雄市长 我是劝他不要 因为毕竟他50岁 去当炮灰意义不大 那当然桃园是一个很选项 可是条件是你必须要让桃园当地人接受 那如果桃园当地人不能接受你台北喊出各种理由 把你的地方派系骂得臭头 好吧你国民党去玩吧 对不对 你就挂了嘛 你就挂了 说去不客气一点 国民党这个比较蓝的人都集中在台北市啦 离开台北市 国民党很多人对着我们这些 这些所谓深蓝的很多的立场 不以为蓝 我们必须要很客观的去面对这些事情 所以在对于一个操盘人他当然会有很大的一个困境在这里面嘛 所以重要的问题要抓住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高度的正当性 要不然到民进党到时候在这个什么 在桃园跟你讲说 哎呀你国民党就是台北市委员也没干完 对不对 然后找不到台北市长的机会 搞高雄市长 高雄市长没机会 你就跑到我们桃园 这种东西的庶民感情你要去尊重 你不能讲说 你不接受你就是帝王派系 你就是跟郑文燦有挂钩 这个话说的实在是不太妥当 我来打个比方 郑文燦我们必须面对客观现实 就是说在六都的首长里面 他的评价跟支持度 永远在前半段 所谓的前段班的 你不能忽略这个事实 第二个 郑文燦的经营的手法 有一个人可以来形容很传审 就是宋楚瑜的经营说法 宋楚瑜当时当省长的时候 哇 那些民进党人对他是 赞不绝口啊 你必须面对这个事实 一样啊 郑文燦的经营方式也是这样子的啊 他让你国民党的很多的议员跟地方 不觉得是个威胁 然后比如说黄玉军是国民党的 哎呀这个好吧 郁金兄 你那个选区 我就不支持新的民进党 来跟你挑战 咱们和 什么 和平共存 共存共生 你当然会化解敌意 你即使要变成一个很敌意 这个桃园思源 变成一个所谓的战将跟着对打 爸爸去看在眼里面 你干嘛 对不对 这问题就会出来 所以而且你谈桃园的房地产也好 问题就是说 当地人不是这样的想法 你的挑的样本 不能用那个一两个的声音 要不然郑文燦 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嘛 所以变成说 郑文燦 不想要林志坚 林志坚鼻子摸摸摸不敢去啊 他就一句话 你不是我们桃园人 郑文燦是桃园人 真正的桃园人 对 那这个地方性质 你必须要尊重他的感情 那今天你 你这个 这个郑文燦你讲出林志坚不是桃园人 那郑文燦只剩下一条路 外面桃园人找一个人在选嘛 那这个人对 对不管对国民党也好 对任何党派的参选的压力就很大 这一点 还有呢 也不要忘记哦 这个 这个民众党在桃园有一个 有一个牌哦 这个牌的力量绝对不会输给台北市的黄珊珊 那个人叫赖湘林 有他昨天来上节目 对 他干过桃园的劳工局的局长 跟桃园有很深的渊源 那桃园现在很多外来人口 可是不要忘记哦 外来人口不是占大都是我 还是占一部分而已 可是这一部分通通是什么 劳工为主的 是 所以不要以为说民众党不出手 这个他出手 国民党还是很艰困 但是只是民众党的这张牌 会伤到谁还不晓得 嗯 所以 几个桃园人在选 你突然间提一个不是桃园人 桃园毫无渊源 毫无关系 毫无瓜葛的人 那时候我会打空战 委员可是我看到聊天室里面 像Cherry李还有其他一些声音 就说罗志强很优秀啊 那为人民着想的话 空降又何妨 也有这样的声音 不 我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并没有不同意 那我只是告诉你就是说 你接受没有用嘛 你必须在桃园这个选战的 混沌场面里面 你能够被广为接受嘛 那如果普配的国民党不接受 那当地人不接受 那你又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那你打说啊你是地方排行 好吧你党中央你行 你自己来吧 对不对 那你到时候怎么推啊 这是这是跳船的 会不止这一批人哦 到时候真的成为 只有郑文燦党 跟非郑文燦党 你不是跟当年宋楚瑜党 跟非宋楚瑜党 一样的情形吗 一样糟糕 所以我是觉得各位朋友 不要老是 我知道很多人对于这个 这个罗志强的肯定 也是夸奖有加 可是你也不能不 不问一个问题 罗志强的弱点是什么 他从台北市员到现在 从来没有地方议题 没有老百姓在这议 都是政治性的议题 那你会觉得说 跟你的意识形态很接近 你会很支持 可丢到选战里面 你就很大的问题嘛 我打一个举个例子 当时有很多人在 在批判那个四个公投里面 好像卢秀燕 那个这个 侯友也没有表态 卢秀燕没有表态 我是百分之百赞成 为什么 因为那个台中县 那个选区很特殊 我们宁可让我们的候选人 能够怎么样 能够往前推 而不是拿一个 你每一个都要听我党中央的意思 这种党中央是干嘛 对不对 你民主政党是这样玩吗 对美国 这个共和党民主党也不敢这样玩嘛 现在不是各个州正在选举 有没有 还有很多的那个民主党的状况很像共和党 现在那个什么 那个纽约时报头版标题 在点哪几个民主党人的风格 越来越像川普 为什么 就是选民转向了嘛 所以不要每一次都要用一些很大的蓝绿对垒 有时候候选人的对垒 比政党对垒更重要 所以变成说 为什么卢秀燕跟这个侯友宜 都能够在这个支持度上 创下那么高的一个支持率 那卢秀燕你看过他谈的什么蓝绿话题吗 政党对决吗 四个公投吗 没有啊 他每天就是像个妈妈市长一样 聚焦民生 对对对 完全注重民生议题嘛 但是如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罗志强缺的地方 他还年轻 有机会去补足嘛 他不能老是说 我四百公里 这个为四个公投 这个 这个 这个所谓苦行 我就能够 林毅雄即使为了核四 走遍权台湾的苦行 他去选县市长也不会当选 就是这个就是选民的需求 跟投票的倾向 跟一个政党在推的一个大方向的议题 会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 但是就选战来讲 就要考虑会赢嘛 赢的就是你动了资源 人力要会赢才行嘛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罗志强其实不用急嘛 如果 我认为他去选桃园市的立委 有机会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